大家好 今天老傅带大家趟店百死的伴 美国百死买 然后也是一个卖手机电器 比较大的连锁店 然后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 他的这些电子产品大概多少钱 我们现在看看手机 700多 800块 这是ipad 764 然后这些是iphone14pro max 大家可以看看是1099 这些是一些那些手表啊什么的 这些是一些配件手机壳 我们看看三星的啊 三星的这个折叠瓶是 再给看看啊 价格不等啊 他是翻着每个运营商的这个价格不等 这个也是三星的旗舰机了 他这个也是分套餐吧 反正也有那种不是套餐的裸机的那种 我们来看看他的 我们来看看他的 这个是S22 这个是S22 这个就是最新款的S23的 大家可以看 他没有锁的是799 裸机的话 嗯 屏幕显示很艳丽 这个就是S23 这个是S23 这个是S23 可以看看 999刀 三星在美国卖的还是比较贵的 这个是1119刀啊 可以看看他可以选择颜色 嗯 这个都是三星的手机 嗯 都是一些模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三星Ultra 这个是 比较旗舰的 1170G刀 这个是他的折地屏 这个是S23 860G 这个是MOTOR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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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一些耳机的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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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索尼的 索尼的耳机还是比较贵的 索尼的耳机还是比较贵的 国太侯国奖 是MOTOROLA 这个是MOTOROLA 这个是MOTOROLA 一个也是MOTORAL 一样的3个 所以方 Cars 这个是他的蓝牙耳机 感觉这个还可以啊 十九道 这个是品牌的这个耳机 这个品牌的耳机 然后也是比较贵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价格吧 我们现在去 看一下苹果的这个手机壳 还是比较贵的都几十美金几十美金的 这边是苹果的耳机都卖完掉了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三星的笔记本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他的笔记本电脑 这些一百九十九 就是联想的 这个都还是属于比较贵的 八百九十九 这边惠普的 这个应该是一个显示屏 大家可以看一下 五百四十九 反正几百到一千不等吧 一千多不等 一千多不等 我们记得 惠普的 像这个就比较便宜的老师 这一个是联想的三百二十九档 哇 这里有个很便宜的 一百五十九 这边是台式机 这边是台式机 那这个比较贵 两千美金 惠普的 好的 他大概的一些价格就是这样子 那就给大家直播到这里 最后来看一下三星的这个手表 那百四买他里面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因为今天不是周末 所以人比较少 谢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老夫视频的话 请加个订阅 点个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